接下来这段程式码我们要利用for和list来做多物体的物理模拟的一个示范 那我们这里呢有三颗球 三颗球呢个别以三个弹簧去连接它 然后呢这三颗球呢它的初始的速度跟初始的位移 还有弹簧的弹性系数通通都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样写程式来模拟把这样的初始条件把它写到程式里面去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式码 那么呢这个程式码呢跟之前都非常的类似 from vpython import start g 等于 9.8 size m 球的半径跟球的质量分别是 0.05 跟 0.2 然后呢 L 等于 0.5 就是每一个弹簧的初始 抱歉 每一个弹簧的圆长都是 0.5 然后呢三个弹簧的弹性系数分别是 15 12 17 三颗球在初始的时候呢个别有速度 1 2 跟 2.2 它们一开始初始的位移呢是 0.0.0 跟 0.1 好 那这是给定的我们要做模拟的三颗球跟弹簧的初始条件 然后呢我们就开一个视窗 画一个地板 叫做floor 然后呢左边有一道墙 我们就把它叫做是卧 我们也一样用box去画它 这时候呢我们三颗球呢 一开始我们先设一个空的list 接下来因为我们要做三颗球 所以我们for i in range 3 这就是让 i 等于 0 1 跟 2 去做下面的事情 Range 3 它代表的是 0 1 跟 2 的list 然后 i 等于 0 做下面的事情 i 等于 1 做下面的事情 i 等于 2 做下面的事情 那 i 等于 0 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产生一个球体 它的位置就在向量 弹簧的圆长加上它的位移量 就是这L 加上 D 0 的这个list 0 的这个list 在 0 这个位置呢 是负 0.06 那它就把它加上去 然后呢 求设定在地板上面高度的半径的这个地方 然后在 Z 的位置呢 是 0 减负 1 我们把它放在就是中间偏里面 就是从荧幕往里面 然后呢这个三个半径的地方 然后这是球的半径 然后呢球的颜色 然后呢球的初始速度 设成 vector 在 x 方向初始速度 就是我们真正所设定的初始速度 然后 0 0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样所产生的球 做好了之后 把它放到我们 both 这个list的最后 那我们再产生第二个球 一样这样的条件 就会把它做进去 再这样产生这样的球 第三个球也会把它做进去 那相同的 Sprint 就是这个弹簧 也用一样的做法 就是 Lean i 等于 0 到 2 Range 3 是 0 到 2 然后我们产生一个 Helix 然后呢设定它的位置 设定它的半径 设定它的宽度 然后呢弹簧的伸长是从 这个弹簧的自己的位置 伸到这个它所连接的球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弹簧的弹性系数设定它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样所产生出来的Sprint 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Sprint S的这个list里面去 那这样我们就有 both的这个list里面有三颗球 Sprint S的这个list里面有三颗弹簧 那这个条件就通通都设好了 那执行起来 它就会长成像是这个样子 好 那就是三颗球 三颗弹簧 那各自的初始条件都设好了